駕駛樂趣是追求自由自在的感覺 享受個人空間的me time 在馬路上的技術展演 一滑還不止這些 白許就和我們今集介紹的車迷一樣 還以機械操控裝陷零件的滿足感 這一份熱愛更不限於新款汽車古董車 還延伸至模型車 馬大立,人稱古董四驅車教父 其實車也是我的老婆之一 因為車,你對它好,它一定會對你好 但是文明社會實行一夫一妻制 如果有一天,上天問我 阿Victor,你太幸福了 你只可以選擇一樣 你要這些collection 還是要你太太 我很肯定跟你說 我要我的collection 我不會要我太太 這個位於火炭的舖位 一年到晚都落雜的 其實我家也沒有這麼講究 這個濕度永遠保持在45%至55%之間 因為如果太乾,那些皮會黏的 我們為什麼要行溫秋濕呢 其實老公用過很多銅的東西 或者旅客金的東西 很容易發梯模 古董四驅車之父 看車不是車 在我們心目中 這些車其實不是車 是一架一比一的玩具 在我心目中 所有我的collection 它只是一比一的模型 我從上海出生 在那個年代 七十年代 我想全中國最多的車 應該是上海 還有因為領事館 是上海的關係 我們會看到更多 不是上海排轎車 解放排貨車 還有一些其他的車可以看到的 我爸爸是江浪造船廠的總工程師 基於這個原因 還有我外公是江浪造船廠的秘書長 變成我小時候接觸到的東西 是給同期的小朋友爭天共地 1979年馬大立全家移居香港 我在上海讀書的時候 學校推薦你 因為看到我玩無線電很厲害 就入了少年工 我們小時候懂得自己做電視機 做Hifi 但是來到香港 香港沒有這個制度 是你自己有錢的話 去買日本製造的模型 回來陷阱 那我就玩了很多很多模型 什麼叫玩了很多很多呢 基本上我覺得它的設計得好的 吸引到我的 我也會買回來 香港是一個玩無形的天堂 因為香港和日本很接近 銅鑼灣有很多日本百貨公司 只要日本一出香港一兩個月之後 都會在銅鑼灣買得到 那我變成好像 除了上學之外 是專心玩模型 隨便一輛模型車 在我背後那些 當年都是嵌了適行之後 三分二的 普通仇生家庭的人工 16歲那年 馬大立放棄海外升學 將興趣變成職業 人們看到我開店 我還未有車牌 其實他們應該都知道 我很小 因為香港要18歲才開車牌 我開了店兩年之後 我才有車牌 1987年我開了這間店 我簡直是用我改裝玩具的技術 來改裝真車的 結果是一點難度都沒有 是完全一樣的 因為你不要小看模型車 模型車去飛飛 真車根本就不會 因為真車很弱的 一這樣飛就玩完了 我又玩模型 轉了做收藏車 16歲開始 買了我人生第一架的真車去收藏 那一架是1940年的美國吉普 這架是1943年的美國吉普車 這架是1943年的美國吉普車 這架車被譽為世界上最早的四輪大徒 這架車也是全世界少有的最多為人坐過的車 除了希特拉 因為希特拉自殺了 要不然他都會被逮捕 坐上這架車受傷 這架特別一點 這架是防空燈 打仗的時候 飛機會看不到它 另外這架是信號燈 信號燈就代表敵我 分開自己人還是外人 這裡再特別一點的就是那架車的錶板 這個錶板就是五隻錶 有三支波棍 吉普車四驅車 就一定有超過一支波棍 另外這裡就有一個特別一點的窗座 因為當它玻璃板低的時候 可以很容易拿出窗 其實這一架就是我們香港人很熟悉的甲蟲車 但這架其實是一架遲早來的 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已經是發明了這架車 這架車也因為德國一戰爬國不可以做四驅車 所以它就不要告訴人是四驅的 但其實是四驅的 因為四驅在爬山 你看到有什麼特別呢 多了一支波棍 還有車尾的玻璃是玻璃來的 兩塊分開的 這架車是一條直線上的四驅大洞 N字在後面 N字一出來就波箱 波箱一出來 後驅一推到前面四驅大洞 所以這個設計很接近現在的超級車 馬大立收藏的古董四驅車 足以出版月夜車偏連市 這些車呢 其實我這裡一定找到模型的 因為喜歡 小時候就開始喜歡 我們就會改善用車 覺得它比較厲害 那麼 我也不想我一個人知道 那麼香港就很自由的 投稿意思就是 有一本雜誌 你可以寫一些文章給它 如果它的編輯覺得你是說得有道理的 有人會看的 它會登你的稿 到我中一 中一的暑假 升中二 那麼我去收稿費 我記得就是 他們寫字樓 有人跟我說 就是他老闆有幾本雜誌 這本雜誌可能想買一本 那麼我就叫我媽媽跟他們談 那麼結果就變成 就是一個大人 在看中一、中二的小朋友寫的書 另一次跟媒體結束 要說在幾年前 一位美國記者 專程來香港訪問他 我想四、五年前 有一天 最後就很早 有一個美國記者 我不知道他是記者 然後就來了我的店 跟我聊天 那我就跟他聊天 他最初是 很大美國主義的 當我跟他說話的時候 他是拼搏我的 我記得 他又很驚訝 到了聽我說話 吃飯 到了下午 改變了他的想法 這些人很多 那麼我又不當一回事 隔了半年 有一天 香港有一些YouTuber 傳一段東西給他出口 清兵了給我 我一看嚇死我 他說我是世界的四驅大王 那麼我叫我的大女兒女 在Facebook找他 叫他快點刪除了他 什麼世界四驅大王 我不是 我說 我只是一個很喜歡這些車的人 結果他打電話來跟我聊天 他說你是所有的世界的 有代表性的 科技最高的四驅車 你都擁有 而且你用這隻手拆散它 來看 他說全世界 不會有一個人 有這樣 他說有很多收藏卡 有錢你很多 他買了這輛車 他放在那裡 他開的 他不會拆 之後現在就做了朋友了 很多消息 在美國那邊的車的消息 他都會告訴我 其實我下班 未必一定駕老爺車 又好現代車 又好回家 我很喜歡踩單車 因為我曾經對自己說過 每駕駛一公里的老爺車 乘回一公里的單車 還有這些單車 是我小時候很喜歡的 是我小時候的單車 有人將馬大立的成功 歸功於出身富裕家庭 和運氣 其實什麼叫有錢 其實我覺得我沒什麼錢 我隔壁的街坊 還沒有子宮 因為我喜歡玩具 所以我大了之後買一比一 因為我買一比一 就認識了全世界很多人 因為認識了很多人 眼界就闊了很多 甚至你可能未必相信 以我的身分 有什麼理由那些王子 都會跟我聊得很開心 簡單得不得了 因為大家有相同的興趣 就是透過汽車 因為我就是有一口螺絲 一個模型開始砌 砌砌之後 我有錢 我買到一些全世界很少有的車 拆出來來研究 研究了之後 發現原來是這樣的 因為汽車的秘密 是不會告訴你的 大學的書 或者一個教授 他讀而已 那誰寫的 可能寫的人 就是一個很平衡的人 那你便永世都是至上譚兵 我們做的就是 實踐中拿到的東西 在疫情前 馬大立時不時到內地大學演講 在大學講課 其實我是很希望 用我的經歷 告訴那些學生 希望可以幫到少許學生 改變一些事情 我最記得就是 其中有一個學生問我 他說我們那裡很落後 學一些東西很落後 怎樣追得上世界 怎樣跟世界級的設計師比 結果你知不知道我怎樣回答他 我回答他很簡單 我說你們每個都是 學歷比我高 我只是一個中學生 而且跟汽車完全無關 不過我用我自己學到的東西 現在來教你們 因為我小時候 曾經有人幫過我 所以我很想幫人 幫人不一定是用金錢 金錢沒用 你幫到他即時的快樂 但是我覺得在精神上 有些東西是幫到他一輩子 一條路 馬大立認為 興趣是前進的最大動力 你的 hobby 開心 這個過程是最重要的 自己感覺到開心 還有做人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讀書 不要想著為了賺錢 讀書是要有興趣 如果你有興趣 你自然會做得更加好 我會當場就是 那一件事很大的 年紀念永樂 我不會做過 我會做到 那個很重要的 似乎你 我沒有做到 有嗎? 美派 飄逸境界 不想升降 只想登國比方大 憤怒那戒 萬人落敗 但逐我的偉大 偶遙又美派 非常境界 不想一切只想一票比方大 看後鏡中 怎能愉快 你漸變小我強大 誰敢內表態 有人玩遙控車 不出人生哲理 亦有人玩遙控車 純粹為輕鬆假抹 我見到別人玩脫尾 例如日本玩D1 我很有興趣 然後我就想 我可否砌一輛遙控車出來 是跟我的真車一樣 而我又可以去玩脫尾 大約半年前 都是因為疫情關係 跟朋友上網看看有甚麼玩 發現到這種玩意 大家一起買回來研究 這輛車是怎樣玩的 阿布和阿文是遙控車的車友 這一天他們約朋友一起玩遙控車 在空地上 事先用微型水馬同樹高筒 砌出賽道 一起步就你追我趕 在賽道上訂彎脫尾 我小時候十一二歲 就已經開始砌模型車 或者砌高達模型 都因為現在少出街了 多了在家裡 都會對多了 對多了自己的模型 或者遙控車之類 以前玩遙控車 就有點不同 因為以前玩遙控車 可能以前的生活模式不同 他們的時間會比較多 很多時候去一個地方 你會預計到 那裡會有人玩遙控車 你去到就會有一群 志同道合 跟你一起玩 可能大家都不懂 但玩一玩 大家會變成朋友 可能大家會有溝通 大家會研究同樣的嗜好 香港串金尺土 玩遙控車 看來有限制 但凡事都要兩面看 當我接觸 甩尾的形容車 我開始發現 自己的生活慢了 因為我開始 坐在桌上 慢慢放下車 慢慢研究 設定 使用這部車 這件部件 如何調校 令到我自己 可以玩得到這部車 我的意外收穫 是很奇怪的 我的意外收穫 不是單止 我整理好這部車 我玩得到這部車 而是 我和家人的溝通 反而是多了 為何呢 因為我多了時間在家製造車 其實遙控車 當真的專注 跟它接觸或溝通時 會忘記很多事情 很專注在物件上 在那裡 去怎樣 可以叫做放空的人 阿文重拾小時候的興趣 鑽住玩車的同事 學會怎樣 在網路的生活中偷閒 其實 登車和遙控車都好 其實都是不能急的 因為急的話 有機會會做錯步驟 變成會前功盡快 又要重頭來過 其實每一件事都要 給一些耐性慢慢去做 盡量減少出錯的機會 其實可以便宜又可以很貴 便宜的話 整套大約三四千元左右 起步 如果你說貴那些 我見有人玩 起碼去到兩三萬元左右 最大的快樂 就是整班朋友一起玩 本身大家認識了二十多年 其實大家都有家庭之類 其實是少了出來聚會的 有遙控車就變成 大家好像拿回同業的回憶感 我看到一架 有樹葉 也很青 也很蝕 我看到一架 我相信你 總是你 我相信我 我也想講 什麼美的世界 车中泊这个词源于日本 为自己做价添置生活用品 改装成流动窩居 有空就来到郊外感受自然之乐 在疫情下多了人加入车中泊 就好像亚太和亚田 其实都是近这一两年 因为你知道疫情关系 可能去不了 出不了远门 去不了旅行 就试试在香港找些有趣的地方 平时不会乘搭车来的地方 如果第一次就真的有一群老朋友 因为那群朋友 基本上我们以前每星期都会出来吃饭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开始家里有路又乱 又怕外出会中到肺炎的时候 就变成了不如我们去一些小人的地方 可能平时我们都很少会去的郊外地方 所以就约上一群朋友 我们不如带一点油热袋 晚上随便找个地方躲起来 就打个边楼 车中泊是一种生活态度 添置车上用品的时候 越讲究就越花时间 过程极有满足感 以前逛超市场 就会去看一些现成的东西 例如公仔面 杯面 但是玩了我们叫Car Camping 你就会反而开始去超市场 或者上网也好 就会多看一些肉类 又或者怎样热制 怎样煮 看完之后就下次又试一下 就会多了一个兴趣 我想是个想法 或者是买东西的习惯 会有不同的 那像你所说 都会出去看看一些营具 一些外套衣服 选择这些东西 就去迎合这个活动 车中泊爱好者 从旅程中找到乐趣 将繁忙的日常生活抛出老后 其实我就觉得坊间 可能叫做车中泊 但是对我来说 就什么名字都无所谓 其实有辆车 有些露营用具 都可以选一个漂亮点的地方 像今天这样 有些Sea View的地方 已经可以做到那个效果出来 斜中泊 令他们重新细微生活 和人际关系 本身自己平时上班 那些人的节奏都很快 很绵紧 叫做多了这些地方去玩的时候 就是有时对着海 静静的 可能听着歌 跟朋友吃东西 这样就放松了 而且是令到跟朋友 甚至自己家人 有些关系会更加密切 玩了这件事之后 可能就给自己多一个选择 去放松自己 可以在这么繁忙 这么紧臭的都市里面 可能去找一个时间 去放慢自己脚步 很多人不以为 车中泊需要一大堆装备 其实关键在于随心 有牢具 咖啡机 我觉得都要的 因为那一天 就是 难道只坐在那里 很多人吃东西 喝咖啡 这件事就写意一点 所有东西 其实可以很简单 不用想到它很复杂化 所有东西都要用金钱去衡量 简单来说 其实它也是一种生命 基本上 有个车 有个普通的烤箱 有个煲 你就可以做到这件事 不一定说 我要买些什么名牌 当然 你要玩久了的时候 我想要有些东西 用来拍照 打卡 这些我觉得没有什么所谓 享受车中泊 欣赏大自然景色之余 大家都有责任去保护环境 因为都多人玩了 这件事 所以垃圾会更多 所以有一件事 都要带出来的 就是尽量在那地方玩完 都保持那地方的清洁 因为你不担保 下一个人来到的时候 看到那么多垃圾 又或者日积月累了 这些东西的时候 污染了环境 甚至我们去很多地方 其实都是附近有村民 可能是一些围村附近的地方 你不单帮别人 突然间封了那条路 让你进来 那就会变成大家 以后都不能去享受这件事 车中泊追求的开心 是可以和朋友 一起舒适和平静地 度过一个周末 亦都给大家重新认识 和了解香港 发现美丽的景物 原来一直更在止尺 我看他们 我看他们 成功 他们学习 他们学习 那么多多 我会永远 知道 这些东西 都不宜白 发现美丽的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